大家好,我是小丘,这是石头 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刚下班回来,给石头煮了两大块鸡胸肉 但是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石头它居然会踏这个桶 好老小哦 狗不见了,狗不见 我现在玩个非常好玩的,我们把这个鸡胸肉放在这个桶这边,看下石头 它能不能挑战自己跨越心理障碍,吃到这个鸡胸肉 石头,想要吃这个肉,那你得走过来吃嘛 我们放一块在桶里面,然后放一块在桶的门口 看下狗刚刚刚过来吃 你要跨越你的心理障碍 吃 桶门口的肉瞬间吃掉 滋滋 嗯 你喜歡 差一点点 加油 加油 石头 你就差一点点了 你把它啃出来 这个笨狗 它又不会吸你的头 去 再去 我跟你说 你把它啃出来就是你的了 笨狗 它又不会把你头给卡住 它不会卡你的头的 石头 听得懂吗 它不会卡你头的 去 把它啃出来吃 去嘛 加油 我给你加油 我看好你了 石头 突破你的心理防线吧 诶 绝对了 啊 石头 你不吃啊 不吃了那就不给你了 他来行就我们的帮助了 爱吃不吃 他叫我们帮他去拿对吧 想的没 来 自己动手 风衣俗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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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犯气 失败了 第二次挑战失败 看完也没用 看完肉都不要一直放在里面 这样子都不会被人害死 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有圈套 这样都不会被人不吃 好的 不会被人捕死 这样才能活久一点 不能吃的就不能吃 对吧 不敢吃的就不要吃 要忍住嘴巴 把它吹起来 这样的命就能活很长 忍得住诱惑 很棒 漂亮很想吃 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就不能靠近 知道吗 很好 他可能觉得那个桶里面会有危险哦 深不见地的危险 对啊 没有未知的危险才是最可怕的 陌生人给的我们也不吃 对啊 对啊 石头石头 给你再拿出来一点 给你拿半个出来吧 你这样子敢不敢吃 这样子行不行 这样子敢不敢吃 咱们还怎么有个鸡头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哎呦 周围吃啥了 好不容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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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哦 知道没有危险了 就赶紧吃 好哽 这样子 惜命啊 朋友们觉得石头表现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石头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